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今天这个预估量能 预估量能的话 都还是维持一个温和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态势 那当然我想以最近这段期间的一个台股的表现形态 我想就是说经过从上个礼拜以来 大概已经经过差不多一个礼拜的一个 这个量缩的一个修正 那这一波这个修正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包括就是说以现阶段国际的一个情势 包括像这个北韩 甚至包括像叙利亚的一些这个地区 区域性的这些政治军事的一些问题 那也干扰着这个全球的股市 那当然的话全球股市受到这种因素 这种政治因素的一个干扰 那变成说会联动到一个 亚股跟台股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的话在最近这段期间 这个盘都是形成一个 蛮震荡修正的一个整理盘 那除了我想除了这个政治因素以外 那另外包括像在今天今天会展开的一个 就是包括像这个古王大力光 甚至包括像这个全子的龙头王 就是这个台积电会在今天展开这个 就是今天有被办这个法说会 那我想这一次这个法说会 这双王最主要最主要去聚焦的 大概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当然的话 就针对这个第一季 第一季的这个汇兑损失的这个问题 造成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干扰因素 到底有多大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从今年度开始 由于就是说在这一两天 美国也即将要公布这个 所谓的一个叫汇率操纵国 汇率操纵国到底是哪一些的一个国家 我想这个实际上公布的一个结果 都会对一个整个一个贸易 跟这个相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 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干扰 那变成说 以在今年度来讲 这个央行 我们台湾的中央银行 就是基于不要被纳入到一个 所谓的一个汇率操纵国的这种 这种干扰因素 变成说他在今年的一个相对来讲 对一个台币的一个 这个汇率的一个问题 这个干预的一个程度就比较低 那也造就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这个台币这个升值 到目前已经至少 至少超过6%多的一个升值 那当然我想 今天这个整个盘面上 今天这个台币的一个升值的一个 这个今天又升得快接近两脚之多 快接近两脚 那当然的话 就是说相对应 在最近这段期间 干扰着一个一些台股的这种这种因素 我想就是说会在最短最短的一个时间内 一样做到慢慢慢慢的一个厘清 当然就是说 像我们在连续几天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都还跟各位强调 我想以现阶段 我想说就是说叙利亚跟这个北韩的这些 军事的一些活动 这是都是 就是区域性的这种地缘的这种 军事的这种政治问题 那这些政治问题当然的话 这个跟这个所谓的一个叫经济的一个因素 因为毕竟这些军事活动都是属于叫非经济因素 那非经济因素 我想它干扰的影响的一个 这个就一个盘面上来看 这个干扰的因素都是属于叫短线的因素 那其实我们在连续两天的一个 这个节目当中特别都跟各位强调 就是说这些短线的这种干扰因素 后续 就是说三天之内都会恢复到原来的一个轨迹 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在昨天甚至都还跟各位强调 最慢最慢到这个礼拜 今天已经拜喜 这个礼拜结束之前 这个大盘的一个盘势 都还会恢复到以往的一个一个轨迹 一个趋势的一个方向上面 所以说金贵 这个礼拜从这个 上个礼拜到目前为止 这个一个礼拜的修正为止 到现阶段为止 今天已经礼拜四 这些因素干扰因素都是短线上的因素 已经告一个段落 当的话像昨天 昨天的一个大盘 三个最低点 昨天这个最低点一度 来到这个 9789点就9789点 距离这个前波9788点 也就是说有做到一个利守的态势 那当然的话利守 利空干扰因素的干扰 做一个回撤 那回撤又首撑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也造就这个盘 都还会持续性又展开另外一段 功高的一个行情 当然就说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也跟各位做的强调 就是说我们已经经过 我们就列举前天跟昨天的一个态势 就是说盘势再做个整理 其实就是说整理的幅度 真的也不是很大 前天也不过跌了50点 那昨天甚至还跌了个十几点 那问题是说 个股的一个走势 个股的走势 已经相当相当分歧 那毕竟我想 在前天大半削50点 跌的这个加速跟涨的这个加速 这个比例大概是4比1 就说五当五票中间 四档是跌的 只有一档是涨的 这是百分比 是相当大 倒是跌远远超过涨的这个加速 然后到昨天这个台股大盘 小跌一个14点 大半削14点 那问题在昨天 几几乎乎大概三档个股当中 两档是跌的 一档是涨的 那变成说这个比例 大概也是2比1的一个 涨跌的一个态势 相对来讲 大盘小幅度修正 我们这个很多很多个股的一个走势 走势都是跌的一个加速 远远超过涨的一些加速 那我们这个是之所以告诉各位 近期这个个股的一个表现形态 这个相当相当是奔起 那当然我想都是在 以最近我们有列举各位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 包括就是说 这个融券做一个强制回补 强制回补已经告一个段落的 已经接近到一个尾声这个当下 很多的这一个股 它已经强制回补 融券强制回补晚之后 股价都会形成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修正 那比如说 我们有跟各位列举的 包括像这个 像6411的这个像经验的部分 那来看看 我以这档标题就是说 它是在4月7号上个礼拜 上礼拜它是融券做一个强制回补 那强制回补完之后 我讲到今天 今天拜息连续四天 都是一个蛮大幅度 这个一跌都跌5% 6%之多 这连续四天的一个压回 那这是经验的一个部分 在上个礼拜礼拜五 做一个融券的一个强制回补 行系工包括像这个2439的这个美律 美律一样在上个礼拜 上礼拜 拜五 4月7号 融券全面去做个强制的一个回补 那回补完之后 这个擀空力道消失之后 我想这是连续三天 做一个 我这个都每天都跌个两块三块 以上的一个拉回 这样的一个拉回 行系工包括像我们也每天跟各位列举的一档 以前我们的一档很标准的空头标地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巨型黑天鹅 就是3552的同次 同次一样在上个礼拜 4月7号 上个礼拜礼拜五 做一个融券的一个强制回补 强制回补完之后 我想经过连续三天 这个都是大幅度 这三天你不要看这三天跌这样子 三天多少 三天削掉50块 三个交易日已经 你如果说你当时 基于这个因素你没有去考虑到 就变成说 短短三个交易日50块 一张就差五万又不见了 那当然除了像同志 那像我老师我们在近期 也跟各位去略举的一些 像这个红海家族的 这个工业电脑龙头 就六四一四这个华汉 我想这档标的一样是 属于一档很机油很机油的 一档个股 又是名门正派 红海家族当中 这个工业电脑 这个龙头厂商 那毕竟我想 以这档标的其实 到现阶段为止 基本面形态都还是维持 很不错的一个状况 都还在做个不断的成长 那问题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股价的表现 从525块钱 一路修正 一路修正 到现阶段剩下305块钱 这段的修正 一修正220块钱 一修正都差不多市场之多 所以我想这段时间就是说 个股的走势很分歧 那相对就是说 你要去密切去留意 这个修正完之后 我们也预告各位 这个短线上的这些干扰因素 拿掉之后 属于一些叫做非经济因素 这个干扰拿掉之后 大盘还会持续往他该走的一个方向 来做个移动 那边毕竟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各位 这个修正绝对不是属于一个叫做空头的一个来临 那毕竟这个是就以格级来讲叫什么 短空中多长多 短线上的一个走空 我想这是压回是正常 那正常就是说 站在中线长线都还是维持多头的这种架构之下 短线上的一个压回 反而都是提供各位 来做到一趟叫做勇敢买进的一个 绝佳的一个机会点 那我想在近期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各位 个股的走势很分歧 我想主流标的 包括像以往就是光字倍 像这个玉金光 先进光 联谊光 就是光字倍的这些个股 实际说包括像一些金字倍 像我们这一些老朋友 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这个加金 中美金 甚至包括像合金 这些金字倍的 这些主流个股 我想后续 毕竟涨的一个幅度已经相当大 那涨多了一些标的党的话 也陆陆续续会做到一趟获利的一个出场 那变成说以现阶段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主流的一些 接棒的一些主流标的 已经慢慢慢慢在做个移动 那至于就是说 会移动到哪个方向去 我想我们在今天特别 给各位两个方向去做个思考 因为毕竟 苹果的i8 iPhone 8 会即将在下半年做一个推出 那这个我想根据就是说 这一两天 这个外商就是大摩 摩根斯坦利他的一个预估 这个iPhone 8 今年的一个推出 我想会比上一代这个iPhone 7 他的整个一个销售的一个成长 会超过62%的一个 他的一个成长 62% 这是怕死人 就是说都还会做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那相对应就是说 进入到第二季 相对应就是这些 苹果的这些新品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拉货期 拉货期对四月份到六月份 那变成说这个拉货期 我想相对应 既然iPhone 8的一个预估 会状况会那么好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当然的话相对应的一些苹果的一些 供应链的这些个股 当然的话都还会提供各位 尤其是说今天这个双往 这个法说会往 这是后续的一个动向 你就可以在今天就做到当建真章 当然 碳这个光旺气息很浓厚 这个当下 反而股价上的一个修正 都会是各位 趁压回的一个很不错 很不错的一个折优布局点 折优布局点 那这个方向除了一些相对的一些 瓶盖个股以外 那我要说我们再提供各位第二个方向 我想就是说 包括最近这一段期间 既从这个南韩 韩国南韩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大陆那边对一个韩国的一些 相对的一些产品 其实叫禁寒令 禁寒令 这个都是从这个乐天 这个他装这个萨德 飞弹导弹的这个防御导弹开始 就是说影响到整个一个 针对韩国的一个 一个一个 它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些产业 都是有开出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禁寒令 那当然禁寒令的部分 我们讲相对应就是说 以在现阶段来讲 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市场 包括像电视 包括像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最大市场 都是落在大陆 那这个大陆相对来讲就是说 它的一些面板 面板以前的话都会针对 包括像这个Sansung 三星跟这个乐金 来做个大幅度的一个购买 那变成说禁寒令 推出了一个后续 它不根本韩国买 那相对应就是说 以大陆本身的这些面板厂 它供应它的一个产能来讲 供应它的一个消费来讲 顶多顶多就一半 那另外一半当然的话 都还做个对外的一个采购 那对外采购我想 韩国不买的话 相对应都会往这个台湾 包括像面板双湖 相关的一个概念的一些族型 面板的相关族型个股 来做一个移动 来做个转单的一个作用 那就是说近期我想 除了像苹概个股 我想这个面板相关的一些个股 我想也一样 满足的各位 最近这段时间 面板双湖的一个走势 都是相相伶俐 那当然的话也会带动 整个一个族群 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 转单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们在目前这个截然点 基于个股走势分析 那各位你如果在有限的一个 吃惊的一个状况时下 往这个最有利的一些 个股来做个移动 那我们就在今天特别针对 这两个族群 瓶盖 再加上面板这个族群 提供给各位 做个个股去锁定 什么刚刚这个 接棒个股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参考 好那今天节目告个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见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